歡迎來到日日超市 今天我們來到銅鑼灣太平館斜對面 發現到二樓有一間很有趣的咖啡 我們本著探險的精神 試試找到門口吧 原來就在左手邊一條富明街 向前多走十多米 向右一望 就在這裏富堡大廈了 我們上二樓了 出電梯轉左直走到尾 我們就進入歐洲主題擺設 在佩爾休閒日式風格的Moment Cafe 其中一樣最棒的東西 就當然是一隻整間鋪這麼大的落地玻璃 很難幻想樓下銅鑼灣這麼多人 而上面就找到一間這麼休閒 很寧靜的咖啡 正呀 旁邊的書架還有一些書和一些遊戲 那我們當然是拿出來玩 一邊吃一邊玩 你也別說不開心 YULO呀 今次又被我瘋狂地捉它 玩夠就叫來吃了 有點餓了 這個是假日的菜單 平日便宜一點點 我看到 加二十八塊就有小吃 那我當然要點了 我們點了兩杯飲料 一杯就是Rose Latte 另一杯就是Ice Coffee 有花香 香濃 美味 另外叫了兩個小吃 分別是這個蜜糖無骨炸雞 和這個椒鹽雞翼 師傅新鮮的炸 熱烈烈烈 正呀 吃下去淡淡蜜糖香 怎樣怎樣 另外先試一下雞翼 雞翼的調味是非常適中 中間還是Juicy的 這個很好吃 我喜歡 主菜方面呢 我就叫了白汁流心蛋扁意粉 意粉相當之煮得剛剛好 味道好 咕嚨 好 再試一下蛋 嘩 看畫面大家都知道 香滑軟熟 和意粉一起吃 正呀 這個 不要緊 接著就試一下 和式雜錦海鮮炊飯 飯味均勻 粒粒都是珍珠米 吃個魷魚鮮 新鮮 彈牙 野味 裡面還有些蝦米 和其他材料 而味道方面 是很獨特 我這樣吃下去 覺得有一點點 好像淺淺的味道 我只能夠形容到這樣 但是它是好吃的 一個很驚喜的味道 有趣 這個下次再來再結尾 很好吃 我很喜歡 之後和廚師聊天 原來他們是上年7月接手的 改了菜單之外 晚上還有做私房菜 你看到它有些前菜 龍蝦 墨西哥蟹肉沙律 然後這就是廚師推介 烤羊架半薯仔 和這個 慢煮烤斧頭扒 如果你想吃 就要早點訂定 跟廚師說 你要吃些什麼 那就有更多特別的食物了 在銅鑼灣伊達 這麼多人的地方 找到一個這麼悠閒的空間 我真的覺得很棒 大家如果有興趣 也可以上來探杯咖啡 到過一個遊閒的中午 我是斜鎮 喜歡就給個like 還有訂閱我們 日日超市 下次我們再找一些有趣的店 好 拜拜